- 新北夜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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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Sandy - 哇 很久沒有夜晚的拍片了 - 而且在戶外 - 沒錯 我們今天來到新北夜彈城 - 耶~~ - 今天是那個媒體試燈日 - 所以人比較少一點 - 基本上每一年新北夜彈城都是爆滿 - 爆炸!人超多狀態 -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這次西北夜彈城 - 還有總共有兩個展區 - 一個是戰前 一個是府中 - 因為今年的主題它是迪士尼主題 - 所以它有公主系列、小飛象、小飛俠 - 還有愛麗絲夢青營等等的 - 最關注的地方就是旁邊有皮諾丘的快閃店 - 還有頭上這個大樓 - 很漂亮耶 - 其實這個就是西北市政府啦 - 它這次西北夜彈城打造的 - 像是迪士尼樂園一樣 - 所以我們就來這邊吃口一下 - 體驗一下迪士尼樂園的感覺 - 那我們等主燈吧 - 這裡就是我跟婷最想要逛的 皮諾丘快閃店 - 皮諾丘很可愛耶 - 還記得我們的皮諾起丘嗎 - 呵呵呵呵呵哈哈 好 我們現在在新北伊蘭城的主燈的地方 等下六點準時的時候主燈就會開始 然後你看到旁邊有小火車 小火車如果有小飛翔 迪諾秋 艾依斯夢 監禁小飛翔等等的 聖誕節蛋糕的一個造型 然後它就是公主系列的燈 用在那個大樓 西北政府大樓上面當然很漂亮 那我們就下一個地方囉 好 下一個地方好了 然後這個是第二間快閃店 就是全部都是公主系列的東西 它有兩個 這裡比較大的是 賣比較純年齡相的東西 比較小的那間是賣比較像小baby小孩子在用的東西 我真的要說西北伊蘭城的範圍很大 它這一間店跟另外一間快閃店 跟主燈區在那邊差超遠的 走路大概要快十分鐘 就是把範圍拉得很大 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主題 像逛遊樂園一樣 整個區都要逛完一整天 應該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什麼東西 我是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可以拍得很好看 它旁邊也有一些小裝置 公主系列的裝置可以拍得很好看 可是我覺得它是太遠了 遠對我們來說是比較意料之外 可是我對大家來說沒關係 的話大家大概是很好 因為我們一直以為它會在同一個園區 結果不是 它應該是想要辦出嘉年華的樣子 但是因為它中間太多麻痺 那我們就把剩下的點都走完 這裡是板橋車站對面 夢幻莊園城堡區在這裡 它比較可惜的是因為 因為訂單都沒有開 因為現在只是試燈而已 所以會覺得比較負擔寂寞一天 但是我相信這次開了之後 這裡今天非常熱鬧 爆滿爆炸 我覺得這裡很漂亮耶 就是很適合會往美照耶 而且帶著全家的小朋友來玩很不錯 就是有草皮 可以在這邊翻滾的感覺 還蠻棒的這一條很大 而且它這邊的翹翹本來是可以玩的耶 翹翹本來是可以玩的耶 翹翹本來是可以玩的 夜晚的翹翹本 這還蠻牛的 對啊 蠻可愛的 這裡有個小迷宮 是 綠野仙中那種感覺 但是 我好像 會看到外面 真的太高了 這樣子 真的挺不錯的 這裡拍照很美耶 上天應該會有很多網美在那邊拍 對 然後我 我沒有辦法玩它 都只能把它當拍照的 欸 有兩條路耶 一個是地板的路 一個是這個門要走哪一個 這邊是門的啊 喔 坐這裡喔 欸 這裡 它不是地板的路吧 我以為你知道喔 小路這個 它是給小狗狗走的 喔 登登 到了 我剛剛猜你又被夾車撞了 欸 這條也太有聖誕節的感覺了吧 真的可以耶 真的可以 你再坐健身回來啦 你要不記憶的喔 他錯過了 他錯過了 他不記憶了 你很暖 太不經歷了啦 不行 是嗎 停在幫我們的經紀人拍 因為他的腿很短 怎麼拍都很短 很努力的在拍 算了 他算了 經紀人算了 他生氣了 他說為什麼你的腿那麼短 你說我自己今天在拍了啦 不要那麼短 我自己都很短 然後他再上訴一次 他說要用斜波之力 讓自己的腿再更長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腿有多短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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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可以了啦 可以了啦 你們就假裝不經意嗎 他把他一直回頭啦 把他拍著啦 他要完美 他要睡著了 這裡是哪裡 這邊是哪裡啊 感謝光榨 我覺得這邊是超美 這邊是超美 我剛剛看到這種區域 你怎麼拍怎麼拍 就是非常聖誕節的感覺 你每個角度拍起來都不一樣 轉換處都超美 真的好美喔 道河神社那個千鳥居 對對對 那個千鳥居的樣子 只是 他變成是楓葉的樣子 對 變成楓葉燈 對啊 那我有一個問題 好你說 他已經回去了 因為他要開台了 他剛剛來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點小小的失望 他覺得好像就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我們來到這邊之後 我覺得不會失望 因為我想說 那稍稍在那邊跑 結果他在睡覺都算了 然後我們現在 要去另外一區 他也是有一個地方像這樣子 可能他好像是綠色的樣子 所以我們去看看好了 這一隻是我覺得說 裡面最迪士尼 而且做得最細的一隻 這一隻必來 這一隻必來 這一隻連那個塗裝跟材質 都是很像迪士尼 對 他其實我們剛早上來的時候 就有看到他了 早上是閉眼睛的樣子 他現在晚上拿起來 那邊要跟媽咪拍嗎 這個算那個裝置藝術吧 他在府中路這邊 他旁邊就有這一個 這個超酷 好酷 哪會 我剛才看到那個味道 好美喔 這個好美喔 我覺得這個已經有點偏於聖誕節的 那一個場景的感覺 我覺得無所謂 他只好他是很美的 然後他在那裡店裡很漂亮 現場剛才是很美的 可是我覺得第一名 還是我們剛剛看那個 不不不 我覺得這個才是第一名 真的假的 你真的有第一名啊 對我覺得這個真的超美 他這個如果用小美男女的歌就可以了 啊對 他搭配艾利爾的應該超美的 這個就短短的 可是他很精緻啊 對啊 他比剛剛那個還精緻啊 你一定要現場來看他這個 真的超美的 來太平洞我們就第一次到新北夜探城 那有人想說大家來 順便可以玩 結果他全程都在睡覺 對他睡了一個小時半 對媽媽怎麼他在醒呢 好玩嗎兒子 好玩嗎 好玩喔 喔好玩好玩 新北夜探城 非常非常適合帶小朋友來 喔對啊 因為他每個地方都還蠻大的 可以跑 然後亮亮的 對有嬰兒啊 小孩來這邊應該都會蠻開心的 對 如果真的沒事的話是可以來逛一下 因為體驗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是 提早來 可能沒有那個氣氛 可是看到我們這是影片的已經開始了 所以我們可以來現場體驗一下 看過聖誕節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會蠻好的 對因為Sandy的弟弟 他就很喜歡來新北夜探城 特地從高雄上海 他去年有去 今年他也會來 可能是真的跟我們現場看的 氣氛是不一樣的我覺得 可以來看看啊 好啦 掰掰 掰掰 不要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不要忘了 還有小鈴鐺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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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